这次我们来学习指数函数的反函数2 首先我们来看这道立体 求y等于log以3为底x的反函数 并且画出图像 首先我们将被给出的这个y的函数 对x进行求解 可以解得x等于3的y次方 接下来我们将解得的式子的x和y互换 可以得到y等于3的x次方 这个就是y等于log以3为底x对数的反函数 接下来我们来画图像 图像如左图所示 y等于3的x次方和y等于log以3为底x的对数 它是关于y等于x对称的 接下来来做一下练习 按下暂停键做一下练习 做好之后再继续开始 下面我们来对一下答案 这个函数它的值域是y大于1 接下来我们y等于log以2为底x对数加1 我们对它进行这个x求解 可以解得x呢就等于2的y减1次方 这个时候还是y大于1 所以我们做反函数呢 即为将x和y互换得到y等于2的x次方减1 这个时候其实它的定义域啊 就是相当于x是大于1的 图像呢如右图所示 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次所学 求y等于log以3为底x的反函数 并且画出图像 我们对这个被给出的y的函数啊 对x进行求解 可以解得x等于3的y次方 再将解得的式子的x和y互换 可以得到y等于3的x次方 最后我们将变形后的式子的图像画出 就是如左图所示 y等于3的x次方和y等于log以3为底x对数 它是关于y等于x对称的 这次的学习到此结束 这次的学习到这里